均线 英文为Moving Average,简称MA 在广大的金融市场里,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超级工具之一 我们常使用的指标如MACD,RSI,布林黛,KDJ,ADX等 以及当今许多的技术指标,都是以均线为基础架构来衍生 与其说它是超级工具之一,不如称它为万中指标之母 这个称号绝对非它莫属,这个指标在使用上可以用来判断当前价格的方向 想象一下,当你在看一个商品价格的时候,眼前高低分布的K线图,让人眼花缭乱 而均线就像是一盏明灯,帮助我们看清楚价格的走势方向 就好比在漆黑的夜晚里,不知道前方会有什么样的障碍 但如果我们有一盏手电筒,就能够照亮前方,探亲道路的方向避开这些障碍 走得更加稳健安心,均线就像是商品中的手电筒 让我们能够更好地看清价格的方向和趋势 所以,不论是初学者还是有经验的交易者 都可以利用均线这个强大的工具,找出最佳的交易时机 更加准确地预测价格未来的走势 均线除了能预测价格未来的走势 也可以当作技术分析工具的指标 我们常见的金叉死叉交易策略 使用两条均线,分别为短均线及长均线 以多单为例 当K棒收盘后,短均线大于长均线 我们就建立多单仓位 平仓的方式 当K棒收盘后,短均线小于长均线 我们就进行多单平仓 空单正好相反 当K棒收盘后,短均线小于长均线 我们就建立空单仓位 平仓的方式 当K棒收盘后,短均线大于长均线 我们就进行空单平仓 看似这个策略没有什么问题 但你知道,我知道,大家都知道 就连隔壁的大省都会使用 我们该如何买在成本较低的点位呢? 透过金死叉来进行交易 是不是很容易买在相对高的价位 想平仓又不忍心 抱着又等着亏 交易成本就不断地增加 同时市场信心也被消耗殆尽 到头来真的是双手一摊 领了盒饭 今天,我将使用均线来展示一套突破常规思维的交易策略 如果你对本次内容感兴趣 你只要温柔地点击订阅按钮并观看到最后 带你从0到1,1到N的无限成长 重点,一定要看到最后 回馈你的不光是你的思维 还有精彩的片尾彩蛋要分享给你 我非常肯定在交易的路上一定对你有极大的帮助 公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欢迎来到指标与策略 俗话说,指标靠量化 策略要内化 这一集,我将使用双均线来展示一套顺势交易策略 在这1720天的交易日里 使用4小时级别图表 进行以太币对太达币200次以上的交易 提供了600%以上的收益率 与往常一样 适用于外汇、股市、期货、贵金属、加密货币 或其他参与者众多的金融衍生商品 这套交易策略我会在tradingview上实现 并使用两个免费指标 接下来,我就从头到尾说明及演示一遍 如何在tradingview上添加并使用这套交易策略 指标的连结会在下方的说明栏位中列出 这套交易策略是由两种不同指标组合而成 指标分别为 两条均线 与往常一样 快速科普指标其中含义 首先是第一条均线 请在技术指标栏位 输入移动平均 或输入MA 将原本长度9 代为2 其余选项不变 颜色及线条 请依照自己喜好来进行设置 接下来是第二条均线 请在技术指标栏位 输入移动平均 或输入MA 将原本长度9 代为30 其余选项不变 颜色及线条 请依照自己喜好来进行设置 这两条均线我将给它新的命名 以确保各位观众后续在收看时不会搞混 MA2 我称它为短均线 MA30 我称它为长均线 我们可以看到 短均线较灵敏地反映了价格的变化 而长均线则较为平滑地反映了趋势的变化 因此 交叉点能够显示短期和长期市场趋势的变化 至今 在以往的思维里 大多数的交易员都知道 黄金交叉要做多 或空单平仓 死亡交叉要做空 或多单平仓 这个思维在今天 请全部遗忘它 本次将打破以往进出场方式 来进行一套逆向操作的顺势突破策略 接下来 我将结合实例说明交易规则 并且让大家知道如何将这套交易策略运用在市场上 进入到交易规则 这是在加密货币 以太币对太达币 4小时级别图表 进行多单的规则 第一 短均线小于长均线 视为多头信号 第二 以当前最新的这根K棒为基准 这里请注意 是当前未收盘的这根K棒 然后 往回找出这区间16根K棒的最高点 这个高点我们视为K棒突破后的买进信号 所以 我们要使用挂单的方式来期待价格的到来 使用限价单 也称Maker 或BuyStop来进行 第三 随着时间的推移 在这区间16根K棒的最高点 会因为新的K棒产生而进行调整 取16根K棒的数字不变 我们改变的只是将基准点 往最新的K棒移动 第四 当最新一根K棒突破区间16根K棒的最高点 就是我们要找的关键K棒 触发限价单就是我们的进场点位 停损 不用设置 停力 当多单进场后 此时 无需再理会短均线及长均线的任何变化 只要专注于当前最新的这根K棒 当这根K棒的价格 跌破区间16根K棒的最低点 我们就进行多单平仓 这里可以看到 这根K棒很明显地往下回调 但没有跌破区间16根K棒的最低点 这就不符合我们要的多单停力信号 直到这个位置 可以看到我们的多单停力目标 最终在这里击中了这根K棒 这里进行补充说明 第一 在没有触发限价单的情况 如果短均线大于长均线 这表示多头信号已结束 此时 请把我们的限价单删除 第二 找出区间16根K棒的小技巧 我们可以在TradingView 内建的工具栏位 使用日期预测范围 来快速抓取我们要的K棒数量 请观众依照个人需求自行设置 接下来进行空单的规则 这是在加密货币 以太币对太达币 4小时级别图表 进行空单的规则 第一 短均线大于长均线 视为空头信号 第二 以当前最新的这根K棒为基准 这里请注意 是当前未收盘的这根K棒 然后 往回找出这区间16根K棒的最低点 这个低点我们视为K棒跌破后的卖出信号 所以 我们要使用挂单的方式来期待价格的到来 使用限价单 也称Maker 或SellStop来进行 第三 随着时间的推移 在这区间16根K棒的最低点 会因为新的K棒产生而进行调整 取16根K棒的数字不变 我们改变的只是将基准点 往最新的K棒移动 第四 当最新一根K棒跌破区间16根K棒的最低点 就是我们要找的关键K棒 触发限价单就是我们要的进场点位 停损 不用设置 停力 当空单进场后 此时 无需再理会短均线及长均线的任何变化 只要专注于当前最新的这根K棒 当这根K棒的价格 突破区间16根K棒的最高点 我们就进行空单平仓 这里可以看到 这根K棒看似很明显的往上调 但没有突破区间16根K棒的最高点 这就不符合我们要的空单停力信号 直到这个位置 可以看到我们的空单停力目标 最终在这里集中了这根K棒 这里进行补充说明 第一 在没有触发限价单的情况 如果短均线小于长均线 这表示空投信号已结束 此时 请把我们的限价单删除 第二 找出区间16根K棒的最低点小技巧 我们可以在TradingView内建的工具栏位 使用日期预测范围 来快速抓取我们要的K棒数量 请观众依照个人需求自行设置 最后 又到了干大事的时间 没错 我将进行100次以上的复盘回测 初始金额为1万泰达币 但敢使用1比50 使用百分比权益 交易手续费为0.1% 事不宜迟 让我们开始吧 这是以太币对泰达币 4小时级别图表里 回测日期为2018年8月 至2023年5月 在这约1720天的交易日里 总交易次数为214次 净利约68000泰达币 总收益率约682% 最大一笔交易获利为89.04% 最大一笔交易亏损为25.1% 盈利因子为1.6% 手续费约8200泰达币 胜率为38% 其余绩效债要请自行参阅 净值曲线图 可以看到 由左下角至右上角 初始金额的净利变化 最后的最后 又到了片尾彩蛋小剧场 没错 我将赠送本集所演示的指标与策略 如果你希望拥有一套精量化后可被验证的交易策略 请到我的底下描述栏内点选申请 申请成功后 你的trading率界面 就会出现指标与策略 在trading率界面 点选技术指标 点选仅限邀请脚本 这些脚本是完全不会公开在市场中 需要透过申请的方式才能拥有使用权 有需要的观众朋友们 千万不要错过 建置完成后 可以看到 ind是指标 st是策略 ind在使用上 可以一键建置短均线 长均线 以及更快速找到当根k棒区间的最高点 及最低点 在输入的栏位 参数2 代表短均线 参数30 代表长均线 参数16 代表区间16根k棒的最高点 以及最低点 样式的栏位 上轨 代表区间16根k棒的最高点 下轨 代表区间16根k棒的最低点 SMA1 代表短均线 SMA2 代表长均线 颜色及线条 请依照自己喜好来进行设置 全部设置完成后 我们可以看到 如何快速找到16根k棒的区间高点 这里以多单为例 空单就是把多单的思维道过来 我就不再做任何的说明 第一 短均线小于长均线 视为多头信号 这里可以看到 每当一根新的k棒开盘后 上轨就会自动往回抓取区间16根k棒的最高点 在这个多头信号内 只要新的k棒开盘后 有突破这区间16根k棒的最高点 就表示触发了限价单 就是我们要的进场点位 第二 多单进场后 我们就专注在下轨的变化 这里可以看到 每当一根新的k棒开盘后 下轨就会自动往回抓取区间16根k棒的最低点 在等待多单平仓的过程中 只要新的k棒开盘后 有跌破这区间16根k棒的最低点 我们就进行多单平仓 多单口诀 短均线小于长均线 在多单进场前 我们关注上轨的变化 多单进场后 我们就关注下轨的变化 空单口诀 短均线大于长均线 在空单进场前 我们关注下轨的变化 空单进场后 我们就关注上轨的变化 这是一个顺势突破策略 所以 随时都要注意上轨及下轨的变化 再来是策略的说明 ST在使用上 就更友善了 直接建置后 可清楚看到多空进场及平仓的点位 当图表显示蓝色箭头 意味着 就是多单的信号 出现蓝色三角形 就是突破区间16根k棒最高点的进场点位 相反的 显示红色箭头 就是空单的信号 出现红色三角形 就是空单跌破区间16根k棒最低点的进场点位 若显示reverse long 表示上一个空单平仓后 刚好符合多头信号 直接再进行多单进场 显示reverse short 表示上一个多单平仓后 刚好符合空头信号 直接转换成空单进场 以上这些参数组 你也可以任意地进行调整 谁说这套交易策略一定要使用以太币来实现 不管是任何商品你都可以尝试 可以调整商品 图表级别 甚至见知你认为可以辅助这套交易策略的任何指标 然后点选齿轮进行设定 在输入的栏位 可以输入你想排列的参数组 当然 改参数后 静止曲线图也会因为参数的改变而有所变化 再来是属性栏位 初始资金 可因个人偏好来进行调整 订单数量 也就是杠杆倍数 对应你的交易所来进行最小杠杆及最大杠杆区间的调整 这里请注意 使用杠杆可以放大你的获利 同时也放大了你的亏损 一定要做好风险评估 全疫情调整为百分比来进行 佣金 也就是交易手续费 可以照你的交易所给的手续费来进行调整 展示的0.1%是特意调高 这样才能更完整地检视这套交易策略 完成后按下确认 就可以在盖要栏位看到静止曲线图 当然 想看更多细节 也可以点选绩效摘要及交易列表这两个选项 请大家自行尝试 如果你有找到不错的参数组 或是其他的想法能让绩效变得更好 欢迎你在底下留言分享 如果验证可行性 我将透过你分享的内容 制作成影片来分享给大家 频道的尾声 让我们来聊聊 在量化底下我们所需要注意的事项 可以看到 一张史诗等级的静止曲线图 肯定是从左下角开始 然后45度往对角方向前进 拥有这么完美的静止曲线图 那肯定是不可能的 然到交易零亏损 若观众朋友真有看过 很可能是从会的策略 或是短期间某时段所呈现出来的绩效 譬如这一段 若是一套可以运用在史盘的交易策略 随着交易时间及次数的拉长 肯定会验证一切 这么说起来 什么样的静止曲线图才算合格呢 我认为最基本的就是要创高 何谓创高 交易不可能零亏损 但短期的交易绩效因亏损而回撤后 若有再次创高 再回撤 再创高 再回撤 再创高 然后有系统的往右上角走 我肯定这就是一个优秀的交易策略 不要迷思在过于追求高胜率的交易圣杯 我们应该更着重在你的风险控管上 给你百分百的尽力 却承受百分之六十的亏损 相信你我都无法接受 那么 要如何去弥补交易心态上的化学变化呢 心态这个议题太主观 我就不多说 请大家自行脑补 正确的答案就是增加你的交易策略 这可以是同策略 不同商品 也可以是同策略 同商品 但不同的图表级别 把你的权重比 再一次地进行分散 最后打造出一套自己的投资组合 损少 赚多 才有机会成为市场的赢家 听多不嫌烦 频道创立以来的初衷没有改变 希望透过分享 能够让各位观众朋友少走一些冤枉路 届时提升自己的交易技巧 以及交易观念 如果你有很棒的策略 想进行全自动交易 或是厌倦了扰人的信号计算及盯盘 想提升生活品质 你也可以到我底下描述栏内 点选B狂全球量化交易 输入我的专属折扣码还能享优惠 这里头环绕着对城市交易的学习议题 或是点选右上角 观看城市交易这一集 不论你是城市交易者或是主观交易者 希望看完本频道后 都可从中受益 如果你喜欢本集的影片 请不要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并且花你五秒的时间点赞及分享 我会非常的感谢 好啦 指标靠量化 策略要内化 今天的频道就分享到这 如果你对这套交易策略有其他更棒的想法 欢迎底下留言 指标与策略祝各位顺心 我们下次见